一名年仅14岁的俄罗斯嫩魔在中国突然死亡的消息 近日被多家外媒报道引发社会关注 据外媒报道称 该俄罗斯级模特是因工作过量导致的极度疲惫死亡 并指中国经济公司与弗拉达酒吧签订的合同有奴工现役 30日晚间 弗拉达所在中国搜索经济公司 上海英文文化发展有些公司在上海召开发布会 公布时间季节并否认奴工指责 经济公司表示 弗拉达于23日晚抵达义屋 并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24日晚间开始觉得不舒服 25日傍晚被送至上海追击医院急诊室 而后因病情恶化被送入重症监护室 27日7时36分救治无效不幸去世 拒绘第一院出去的死亡小学校见识 弗拉达入院诊断为浓毒血症 并未出现过与过度劳累相关的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